我答應了你吃白糖糕 怎麼可以不去呢, 是不是? 沒有吃也不用吃這麼多 吃得多就沒益 我怕去年吃不回來 但剛才我聽到你的肚鼓鼓聲 可能我越吃越肚餓了 你記不記得你小時候很容易肚餓 之後去完非洲流浪回來之後 變得百毒不侵 現在我的消化系統真的百毒不侵 對了, 誇壞了 你幹什麼, 電池的青環 下面的山洞步伐要漏掉你那麼大 那就不快去廁所吧 廁所… 你走, 幹什麼? 走, 我不行 快點, 行了 你坐著一點, 我坐著 那是不是開樓灘的紅慶妖? 你的頭怎麼樣? 哥哥, 幸好昨天有你在 我只是在這裡, 如果不是 我就搞得一副都一樣 都叫你不要胡亂吃東西 我現在片床收工 回來煮粥給你吃吧, 就這樣吧 這張輪椅挺新的 不, 用得不要浪費 朗瓦豆夫人, 你只擺放這張輪椅在門口 但片場又沒有保安, 很容易被人偷 我老公不用被人揭去坐輪椅 所以用拐掌自己進去 如果真的不見了, 那就你們的問題 我的輪椅呢? 你的智慧真是這麼差的 我的輪椅在那裡, 出去 幹什麼? 你快的話 人裝並鑊, 你不用再解釋了 我都說了很多次, 我不是偷了 我見那輪椅這麼新淺, 丟了一個垃圾 別再解釋了 你沒想到你這麼搖晃 輪椅你也偷的 我可以說一句嗎? 其實大家都一場誤會嘛 否則現在也沒什麼損失, 對吧? 這些是原則的問題 我不可以有這麼缺德的演員 在我的劇組裡 杜夫人, 容許我也說一句 其實根叔在我們演藝界 是一個得高望重的演員兼舞子 其實你對他會不會有一點點的誤解 你明白嗎? 你想想, 如果那個輪椅是那個人很需要 又被他偷了 人家又沒錢買, 那人家怎麼樣? 姦鄭 怎麼樣? 你給我寫走他 這樣對那個劇很大影響 杜夫人, 你有沒有看過這宗新聞? 根叔看來真的有這麼的需要 知道了 是 你弟弟平時好好的 怎麼會突然這樣生病? 有一次他不知道在想什麼 過馬路被濕泥車一撞就撞到他變成這樣 是… 那他一定是撞得很傷的 那我二十二月了他很久 我幾乎一輩子都洗光了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 你拿我的輪椅讓他坐得舒服一點 就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 監製, 剛才當我沒說過話吧 監叔, 你有什麼要幫忙 你就發聲, 幫到, 我一定幫的 謝謝你 弟弟, 從今天開始 你就要假裝有腳傷 要請一個月假期 哥哥, 怎麼搞的? 我雙腳為什麼要避受傷才行? 我跟士師說 你因為交通意外撞傷雙腳 難道明天就好了嗎? 好 那很簡單而已 不見士師就行了 也不行 因為士師跟我們接龍 有很多合作的項目 對, 常常都在公司出出入入的 那就是, 如果士師看見你 走得走得走得, 一定會穿布 我提議你向公司請一個月的無薪假 不用怕, 最多這個月我還給你薪金 我也想辦費 我計算過這套活動 無論如何我失去角色 我很想不上班也有薪金鬥 但是明天在西偉龍網上有個表演 我是大會指令的攝影師 我不會不行 是呀, 手掌, 恭喜你, 來… 恭喜… 因為士師是那個表演的嘉賓 你一定會見到他 好… 恭喜你, 小弟, 你不去也不行嗎? 不行 是啊 也不是說沒辦法 小妹, 難道你有辦法? 還是要盡哥生得高大 才能做到人肉擋之派 不讓士師看見人哥那邊 還有我呢? 我剛才的電影喝閃, 士師 讓他太慢了 你也好, 謝謝 總之你幾個, 這次幫了我一個大忙 我剛才的小龍山陪士師走了 就是不用搞那麼多大龍風 躲在這邊 說是電影 停車場在一起, 很快 這邊… 你們考什麼? 剛才你拍完照, 電影器材壞了 那也不能向著人事吧? 不如你們先下樓吧 盈哥, 你在這裡嗎? 弄一弄照相機吧 不是吧, 小陸先生 你可能也認得到嗎? 當然認得了 童書人 為何你會在這裡, 出來 我今天在這裡做攝影師 你哥哥不是說你的腳有事 才能拿到輪椅嗎 其實是這樣 是因為我哥哥說謊騙你 他真是壞 我相信錯人了 你別生氣 我不是, 我哥哥之所以騙你 是因為他不想把真相說出來 其實閉上雙腳的那個不是我 是我媽生弟弟, 洪樹三 這本書裡面有他的個人性格 背景和經歷 我突然多了個小叔 最壞的就是叔叔 要不然你被士師發現你沒閉上 我們不用記這麼多東西? 你要虛構個人出來 但是他的背景, 用不用這麼慘? 你是想事才覺得 根叔要照顧一個傷殘的弟弟 所以就會更加同情他, 是嗎? 沒錯 所以哥哥才會窮 哥哥才會這麼貪錢 是不是很合邏輯? 你搞這麼多東西出來 那個謊話就越滾越大了 要不是要繞你說的謊話 我必想想這個這麼完美的 紅樹三計劃出來嗎? 從今天開始, 我要催眠自己 你當成為自己, 真是有這個弟弟 阿三, 你真好, 幸好 對了, 豆絲三夫人, 你們真是有心 但是為什麼你們這麼關心我小叔? 因為我伴侶, 他也有這個餅 所以知道多辛苦 對, 所以我們想去見見他 鼓勵他, 叫他千萬不要放棄 對, 如果他知道有人這麼關心他 他一定會開心得…彈起來 這樣就好了, 我們現在去吧, 好嗎? 好, 我們現在去 不好意思, 朗牙杜先生夫人 我們陳寶圖有些急事 很需要紅樹人來幫忙 對, 我們要去找忙 有什麼事, 你找阿明阿俊搞定就好嗎? 不過我要找他們搞定 就早就做了, 需要你 不要緊… 好了, 我負責帶朗牙杜先生夫人 去探望小叔就行了 好… 也好, 阿水 你要好好地招呼朗牙杜先生夫人 知道了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 走… 走… 幫你調車, 太陽我等你了 放心吧, 我已經叫阿水 拖著蝦絲, 我們一定會發覺 到了… 朗牙杜夫人這邊 我替你介紹, 這位是我的小叔 小叔, 朗牙杜先生夫人來探望你 是… 朗牙杜先生, 你吹氣了 你嘗嘗狗不吹氣, 看你吹不吹氣 他黏著你, 你來探望他, 他激動 是呀, 小叔小時候 在火牆被熱空氣勒傷了喉嚨 所以呼吸有點辛苦 是… 但是為何天氣這麼冷 他也在暈眩? 沒有, 他人興奮時就會流汗 記得人多嘛 我聽你二哥說 說你和他感情很好, 是不是? 我二哥是一等日的好人 為了招呼我, 犧牲好毒 你要幫幫他 記得幫他家人說話 好…沒問題 你說話這麼辛苦, 別說了 別說… 我聽Merry說 說你很少出去看外面的世界 是不是? 那為什麼你們不多跟他出去 去一下郊外也好嗎? 他經常不願意外出 不過是今天心情好才肯出來 既然你今天心情這麼好 我帶你去見你二哥哥哥 哥哥… 你站住了 怎麼辦? 我都會去石川埔 叔叔要穿紅樹衣服 哪裡找個恩白叔叔給他探望?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精彩片段每天放送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這肯定不會錯過 民視職 小明星期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